上时开播,上来就是上时局女官选拔,脱颖而出三位宫斗重要角色,苏月华、殷子平、姚子金。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,上时的节奏和基调一下就从美食剧转向了一台宫斗大戏, 让我们先从三个人选择参加上时局选拔的原因,猜想一下三个人的人生。 苏月华,电视剧中苏月华的回答,诗人皆以诗文绘画为艺术,不错,一幅好画,一首好词,可流传千古。 但我认为,民以识为天,识之道乃天之道,记忆高超的炮人,可画庸长为神奇。 我入宫,正是为了学习真正的隐传之道,烹制亘古未见的盛宴,成为天下第一的名厨。 此时姚子津投来佩服的眼光,因子平却不屑一顾,后面的女官觉得苏月华好大的口气, 也有女官觉得苏月华是个可造之才。 从这个回答很明显看出,苏月华似乎出身很好,也有很多见识, 但是太过赤才傲物,骄傲不可一世,如果太执着于自己的骄傲与才华,没有容忍的气度, 那么再碰到冲击自己思想和才华的人,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反感,从而发生冲突。 从她听到因子平对她观点的反感时,她敌对和蔑视的眼光,就能看出她似乎并没有容忍之量。 从这个表情看,她没有想要与对方讨论的想法,而是一味地不认同。 从后面片花介绍来看,苏月华与女主似乎冲突也很大, 想必女主的才华和际遇是她不能忍受的,也是冲突的起点,因子平。 电视剧中因子平的回答,我是市井出身,只知饥荒之年,一碗米汤并可救人一命, 当今天子更是崇尚简朴,体恤民生,所谓至善便是用最廉价的食材, 烹制出足以饱腹的美味,那些所谓可自饱是第一个选择。 不过,她希望通过廉价的食材,烹饪出饱腹的美味, 可见骨子里还是一个懂得感恩,心存善念之人, 想必后面在与其他人发生摩擦时,应该是只顾自己,不顾他人的。 但是从经历来看,应该是受过苦难之人, 不知道会不会慢慢学会体谅和接受自己思想不一样的东西, 从而提升自己对于食物的认知。 姚子金,电视剧中姚子金的回答, 若我不入宫,我爹便要逼我嫁人了, 所以我有非入宫不可的理由。 此时,苏月华觉得姚子金的理由挺有意思, 因子平对这个理由大概是事不关己的感觉。 姚子金进宫的理由看起来是比较随意的, 没有对美食的热爱,没有对民间疾苦的了解, 也没有远大的志向和理想。 可就是这类无欲无求的人, 比较容易用来塑造主角的成长历程, 可以从没有理想志向到慢慢了解到成为一个动良之才。 同时,无欲无求却能做到被选拔出来, 也从侧面说明了女主的聪慧过人之处, 为后面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麻烦,做好了准备。 而且,如果女主的爱好和擅长都不是美食, 但是美食却能做得出类拔萃, 想必其他方面也会不错。 为后面与男主相识, 探讨书画,埋下了伏笔。 想必这类知足常乐, 面对局面傻白甜的角色, 也大多比较受男主青睐, 感觉一场宫斗大戏即将开始,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